说到我国 不少外国人的第一印象 不是美景就是美食 像是椰浆饭 印度煎饼 拉茶等等 都可谓是各族认可的国民美食 但药材味飘香的肉骨茶 能不能称作国民美食呢 旅游艺术级文化部副部长 凯鲁飞道斯直言 不能 除非肉骨茶 换作鸡骨茶 如果 Baku Teh itu menyediakan Baku Teh ayam bolehlah Yang Mohd Langkawi tetapi kalau Baku Teh yang dibangkitkan oleh Yang Mohd Teberau dia tak bagi secara spesifik Baku Teh jenis apa dan saya pun tak boleh jawab secara spesifik untuk kita memasukkan makanan warisan ini ianya harus boleh di makan dan di rasai boleh ke semua kau 台鲁飞道斯 今早回答 西蒙地步老国会议员 潘伟斯 有关政府是否考虑 捍卫肉骨茶 作为我国传统美食的地位 他在附加提问时 不满说到 众所周知 肉骨茶来自雪州巴生 但外界却误以为 这道美食源自邻国新加坡 因此希望旅游部 能将肉骨茶 列入国民美食行列 不料遭到国盟 弗洛交易国会议员 拿多苏海米反驳 肉骨茶并不在 大马最受欢迎的 十种国民美食的名单中 至于其他美食方面 副部长说 旅游部已经撰写了 四本 宣扬我国传统美食的书籍 但大马没有权力质疑 其他国家 在这些食物上 和我国的相通之处 有些人迅制的鸡腾腾鸡肉 som 故建成的鸡蛋 那在这些食物上 然后外界 divorced 这思考 不久 很多小东西 然后それは 放好 红色 那放着 我只是还是 来 你 看 你 花 pancakes atac